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下面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联办13年的台北上海双城润潭 在台北市议会引爆台北市长蒋万安 与台北市议员何梦化激烈的言辞交锋 双方对话火爆 连议会主席都速度喊停 要两个人好好问话好好回答 台北市长蒋万安 5月22号在台北市议会进行专案报告 针对台北上海双城论坛 蒋万安表示 这项城市交流活动已经连办13年 今年会继续举办 不过市议员何梦化咨询时表示 蒋万安选前陈说 共机不老台才办双城论坛 质疑背弃选前承诺 您在选前的时候您说了什么 我们可以照您刚刚讲 你说柯文哲好龙斌 好我问的是你蒋万安市长 你自己在选前说什么 共机不老台 如果共机不老台 你才会办双城论坛 那请问现在这个承诺到底有没有效 蒋万安则以副总统赖清德日前才说 不应该放弃与中国交流的机会 陆委会也肯定历届双城论坛成果 蒋万安更反问何梦化 是要公开打脸陆委会吗 副总统也是民进党的总统参选 你知道他说过什么 他在上个星期公开表示 他说要透过合作 您不要拿中央来说 中央的态度一直非常地明确 他甚至在上个星期 到我的母校更大 而您非常地不明确 您在选前说 您做了三个承诺才不去 而你选后你只会说 不要放弃跟中国合作交流的机会 时间暂停市长 这是赖清德你们民进党总统 这是我的咨询时间 你到底会出席双城论坛 你刚刚给不出一个答案 你现在可以吗 跟预言报告 上个星期五月十八号 陆委会公开出来讲话 那我现在请问你 您要怎么样子来预防说 您的身份被中国来吃豆腐 我们现在看下一张的爆破瓶 肯定双城论坛 甚至说他会提供适当的协助 他甚至举台北登记的例子 这是好的经验 要延续下去 议员你要公开打点陆委会吗 两人激烈延迟交锋场面火爆 让议会主席副议长叶林传 多时喊停 提醒双方好好问好好答 两位请暂停 好好问好好答 市政交流 市长请你好好回答 我都问你 然后再回答一遍 据了解由台北市与上海市轮流举办的双城论坛 预计今年夏天在上海举行 角安强调会秉持对等尊严友善互惠原则 分享两世发展经验 藉由观光文化体育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促进双方城市发展 并增进市民福祉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桃园有一名板魔工 透过上网自学 竟然在家种起了大麻 警方接获线报破门搜索 赫兰发现了大麻森林案 现场供查扣了112株的大麻植株 市价约560万元 全案已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警方破门而入 赫林嫌犯趴下不准动 随后搜索 发现枝叶生长茂密 宛如一片森林的大麻猪 刑事局日前接获情知 从事把磨灵石工的消性嫌犯 涉嫌栽中恶景毒品大麻 于是组成专案小组调查 经过密集跟间收证 终于在桃园 嫌犯住处查获市价约560万元的 112株大麻植株 大麻烟草及栽种设备弹 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接获检举 检举说有民众在自家 自己来种植大麻 本案我们大概经过了 两个月到四个月的一个查期 以及溯源 我们最后在桃园的阳梅区 我们查获到了一个消性犯嫌 在自家自学 然后买了种子 种植大麻 经过检察官跟法官合发的拘票及搜索票 我们在该处处查获了112株的大麻 以及相关大麻的一些产品 以及相关的植物生长根 以及栽种的工具 以及不法赃款 这个案子我们调查发现 这个犯嫌是绍网自己去学习 种植大麻的技术 以牵插法来加速大麻的一个种植 嫌犯共称大麻种子事项有人取得 自行实用没有贩售 不过警方怀疑人有共犯持续追查中 并将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经过检察官升押后 嫌犯也被法院裁定积押禁件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台北市中山区健康服务中心 与台北市社区营养推广中心 合作举办全骨及味精致杂粮的料理体验课程 用简单的器具就可以制作出软质健康又美味的料理 国健署建议三餐的主食至少要有三分之一以上 来自全骨及味精致杂粮食物 以摄取丰富的维生素 矿物质及膳食纤维等营养素 但台北市社区营养推广中心111年调查 北市65岁以上社区长者 不吃或少吃全骨及味精致杂粮的原因 有36.4%长者表示口感太硬咬不动 有15.2%长者觉得烹煮不易 进而降低接受度 但因为大家都知道 现在已经是高龄化的社会 台北市跟中山区 我们已经是超高龄了 那在超高龄的社会之下 国药老化跟延缓私人非常重要 营养更不可以缺失 所以我们在跟营养推广中心 这边合作的时候 就会发觉去年度 营养推广中心做的问卷调查 社区的长辈跟民众不喜欢吃全骨類 但是全骨類又是我们平常营养里面的三餐 三分之一都是需要靠全骨类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在今年度结合了营养推广中心 还有内湖国泰 张智兰老师 营养师 那我们推广了如何让全骨类变好吃又是软质 更重要就是像独居的长辈跟上班族 如何运用简单的食材料理 可以做出好吃营养又上手的一个食物 那大家都知道国温人的一个慢性疾病的灵犯率不断的增加 而且灵状不断的下降 那预防最好的方法的话 就是在饮食的一个方式 跟饮食六大类食物的一个组合的一个结构 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预防方式 那在六大类食物的组合结构当中 全骨杂粮类是非常重要的营养来源 大家都知道这个骨类 它基本上来说含有最有价值的部分的话 就是在它的湖皮层跟米糠层 那湖皮层跟米糠层的部分的话 会根据我们这个骨类跟胃精致的这个杂粮 它的加工精致程度不同 它的营养的保留程度就会不一样 那所以基本上来说像草米 或者是说像那个红衣人 这一类的这个全骨类的话 它的营养价值是相对百米来的高的 那另外的话像地瓜 南瓜 或者是像植米 它里面所含的这个植化素 那其实含有很好的抗氧化功能 对我们身体健康也非常重要 那所以这类食物大家就知道说 它里面含有很好的这个膳食纤维 那这个膳食纤维除了预防肠癌之外 还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那另外的话还可以预防这个血糖的一个快速的上升 对血糖的控制非常有帮忙 那所以大家在健康饮食的时候 千万不要说都不吃这些全骨杂粮类 因为他们还是被老年人来说 维持我们健康非常的重要 然后包括就是说我们在吃的时候 刚刚主任有提到 我们可能在三分之一里面 应该要有这些全骨的来源 才能够有足够的营养的一个供给 包括就是维生素B群 还有在配牙当中的维生素E 以及矿物质 钾跟鎂等等 这些营养都非常的丰富 那在身体当中的角色非常重要 那所以我们在饮食当中就要注意一下 是不是有配到这样足够的一个比例 因为我们的老年人尤其如果说 它消化中能退化 它们吃的比例比较低 这个时候能够给它高营养的食物的话 就非常的重要 另外营养师张诗兰 也强调要巧作圆形食物 因应即将到来的端午节 制作创意肉粽 提供给民众参考食谱 当初会想要做这道料理 主要是因为我们在调查里面 我们在社区调查里面 发现小朋友最能够接受的全骨杂粮是植米 那再来的话 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我们都担心的是 种植的热量过高的时候 我们就想办法把中间的热量一降低 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个全骨杂粮的 我们全骨杂粮选了植米 之后我们中间的内馅 我们选的是乳酪丝 那主要是因为乳酪丝 其实它有带一点咸咸的口感 就再加上紫若米的一个味道 所以它就是会一个咸咸甜甜 所以老少会比较咸咪 那我们这边是强调的是说 因为植米它是属于全骨杂粮 会比较硬 所以我们会建议如果在 大家在使用这道料理的时候 可以先把植米浸泡一个晚上 这样再来烹煮的时候会比较快 它比较快熟 北市中山健康服务中心 和社区营养推广中心 合作举办全骨籍味精制杂粮 用电锅料理体验课程 颠覆命中对全骨及味精制杂粮食物 有口感偏硬及烹煮不易的印象 首推制作料理食谱升级版 我是一个七十岁的奶奶 带着我七岁的孙子来叙述我这次上课的成果 那天我用老师教的食谱 使用了全骨跟味精制的杂粮做食材 竟然能够简单的把六大类食物 甚至中医的药食同源全部用上 并且只要用一只手指压下这个电锅 就完成了 那天孙子用表情告诉我 那份餐饮的特殊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那么迫不及待 那么狼吞虎咽的吃东西 我情不至今的就拍下了几张相片 现在轮到我迫不及待的想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就做这一份资料 猜猜看 这些食物好吃吗 好吃 这次的课程刚好是安排在过年期间 所以我们家里的亲戚朋友是从南到北 全部都聚集在一起参加家庭聚会 我也用了老师教的菜式做 给我羊羞90岁的哥哥吃 我的大哥对我也是赞不绝口 你真没有想到 我年纪这么大的哥哥 和我年纪这么小的孙子 都能够同样的喜欢这样的食材跟做法 彻底的颠覆了 颧骨及未精致杂粮食物 不好吃的刻板印象 他营养适口 他简单易做 我对这满意极了 所以特别提出来跟大家分享 谢谢 谢谢东奶奶先生说法 那也就是请各位媒体记者们 帮我们广为宣传 那我们这一次这一个食谱限量500份 那我们在106年也有第一版的食谱 是高纤的食谱 所以在这次记者会后 我们500份有兴趣的民众们 可以洽询中山区健康服务中心 以外我们中山区有42个礼 所有的礼办公室 现在手上都有这个手册 所以欢迎民众们可以踊跃来索取 记者问句 台北报道 内政部宣布中产以下自用住宅贷款户支持专案 6月上路 符合资格的民众 只要透过营建署官网线上申请 即可领取每个月3万元的支持金 预估将有55万户的房贷户受惠 这项总经费165亿的中产以下自用住宅贷款户支持方案 预计6月正式开放申请 为了让民众预先了解申请资格及申办方式 内政部营建署提前软身 即日起开放共90线的免费咨询专线 让民众问好问满 那民众能够预先了解申办的一个资格 还有一个方式提供咨询的一个服务 所以我们从即日起开放90线的咨询专线 02-2162-1239 从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 提供民众电话咨询的一个服务 那也希望这个民众能够多加的一个利用 营建署方面也再次说明这项 自用房贷支持金的申请资格 包括限定仅持有一户 核贷金额上限及申请人110年收入总额等 基礎日就是在今年2月28日 那在贷款的部分呢 是用定义自用线的这个购置贷款 而且贷款的状况是持有房屋一户里面 那核贷金的也是在台北市原始核贷 在台北市发50万以内 其他的地方是700万以内 所以一半 而且呢最重要是在支持他们的 是110年的家户所得的 是在100年所得在120万以内 这项专案需上营建署官网线上申请 符合资格审查过关后 最快7月初就可以领到每个月3万元的支持金 预估可加汇55万户房贷主 支持金会透过原本贷款的金融机构 直接存到你借款人约定的缴纳贷款本席的账户之内 那我们预计第一批符合资格的 自用住宅的贷款户 最快在7月初就可以获得定额3万元的一个支持金 牛昌也特别提醒这项专案采线上申请方式 后续支持金的拨付等 政府绝对不会发简讯打电话或透过email通知 请民众提高警觉 政府不会发email也不会发简讯 也不会打电话通知你 你如果要询问的话 就是打我们的咨询专线 如果要申请的话 就是进入到营建署的官方网站 单一路口来进行申请 那这样子我们可以避免呢 现在这个非常猖獗的这个诈骗的集团 来这一个影响我们这一个好的一个政策 另外针对外界关切的社会住宅推动进度 营建署方面表示 直接新建设宅在112年4月底 已经达到7万3千余户 包住贷管设宅累计每合6万6千余户 营建署将持续新建社会住宅提升国内供应量 预估113年底渴望达到20万户的目标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台电北市区营业处召开座谈会 为即将来临的夏季用电高峰预作准备 协助大用电户 简单用电轻松省电 减少电费的支出 延了的午后 进入百货商场不但能逛街购物消费 还能享受清凉 不过在4月店家调整 加上今年1月 新肩离封时间电价的时间带往后延 包括百货旅馆及医院等 长时间进行空调照明的营业场所 成本也随之增加 有百货业者就预估 尖峰时段最多恐增加20% 调整电价当然对这个店家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那应该有调整电价像尖峰用电这个差的 我们的电费也有20%以上的一个支出 对此台电北市区营业处方面 特别举办第二次大用电户座谈会 邀请夜间时段有负载用电的高压用户 包含百货旅馆及医院等用户代表举办座谈会 说明新肩离封时间电价新旧时间带的差异 以及4月起实施的新电价表 并提供相关配套措施 辅导大用电户选用合适的方式降低用电 4月份有一个新电价的一个调整 那大用户调整的幅度确实比以前多了一点 那当然是我们必须要让用户 能够符合这个时间带的调整也有移动 所以我们必须让用户很清楚的了解 然后来根据他的用电形态 然后做最四行的一个调配以后 能达到他电价最省的目的 所以说我们今年特别针对大用户 今天办的是第二场 那医院百货旅馆这三大的用户 那这主要是这今年开始大量的太阳能发电 加入系统 白天我们供电是非常充裕的 那随着这个晚上这个太阳渐渐消失 我们要用到其他这个机组的时候 那需要一些用户来配合 调整这个时间带 那也能够达到净零减碳的这个目的 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台电北市区营业处处长张建川也建议 大用户可以从空调及照明等方向着手改善 有效降低用电成本 最主要是根据用电形态 比如说这个空调 用力量比较大 那是不是空调如果是大型的机组 如果时间久了是不是太放高效能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配合它的人流的控制 有一些调节的措施 甚至说有一些温度可以适度再调高一点 因为到了晚上的时候温度没有那么热 那这个可以省下很多队 那照明也是这个其中的之一 那现在那个LED的照明效率高很多 那可能他们过去没有全面的去台湾LED 那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盘点一下 那至于说我们地下室的通风啊 庭上有通风 事实上如果到晚上是不是可以减半来开启 那尤其到6点到8点这段时间开启 我想对它这个尖锋的 因为晚上都是尖锋的店价 对它店价节省会有很大的帮助 配合今年4月起店价调整 台电北市区处除了设立新店价咨询窗口 在座谈会中还仿效餐饮业寄出了桌边服务 针对用户所提出的问题 面对面进行沟通和解说 希望协助用电大户聪明用电节省成本 也能促使再生人员发展 共创三营 记者张奇腾 台北报导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化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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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集团关心您 社会身份证换发政策 因资安的争议太大暂缓推动 厂商向政府求偿 加上已经采购的机器和场地费 及维持运转的费用 总计超过10亿元 将由全民埋单 国民党立委赖世保就批评政府 让人民背黑锅 错误的政策已经成了烂尾楼 社会身份证换发政策 因为资安争议太大 暂缓推动 厂商向政府求偿 加上已采购机器和场地费 维持运转费 总计于10亿元 将由全民买单 持续追踪议题的 国民党立委赖世保表示 有资安隐忧的数位身份证 已成烂尾楼 2019年 内政部在规划案 尚未完成的阶段 就办招标 委托中央印制厂 采购3亿多元的设备 厂商也进行备料 后来发现 内政部的数位身份证规划委员会 这些委员都是 这些外部委员都是退休的公务人员 法制规范可以说付诸确理 与民间沟通的会议记录 也无端的从网站消失 所有的程序内容都尚未完备的情形之下 就在2020年炒帅宣布政策将于2021年来上路 这些计划送到立法院之后 当然备受立法委员 学界以及民间团体的质疑 反对的声纳不断 行政院在此情况之下 只好匆匆的宣布 占款执行 当时是行政院是由前行政院的苏贞昌 来做宣布 从2019到2020两年间 行政单位一连串的塑物政策 导致现在国家面临十几亿的损失 请问执政的民进党政府 谁要来为这笔案战来负责 是不是应该由当时决策的赖清德 自抛腰包来负责 而不应该由全民来帮他买单 赖清德现在是民进党 所推出的2024的总统候选人 是不是应该要为这件事情 来表达他的立场 向全民说清楚讲明白 为何他推出来的政策 无法执行 又造成我们国库 这么大的一个场上 这么大的一个损失 所谓错误的政策 比贪污还可怕 本件贸然推动数位身份证的政策 不就是这样的例子吗 赖清德你不用负责吗 叫数位身份证专法要先通过 才可以动之预算 结果专法都没有通过 且这个花那个花 这样花那样花 灵敏中重 加起来 已经花掉 包括快要花掉的将近十亿 我们看到 德国有专法 日本有专法 爱沙尼亚有专法 中华民国 专法还没有通过 他怎么可以先展后座 政治临下一切就来推了 我在这里积极的主张 也是我们党团的主张 没有治安 就没有资格谈EID 没有治安 就没有数位身份证 大家都非常清楚 因为最近国人受诈骗集团的诈骗不顺其了 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样 我的手机一两天就有一统照片的那个简讯来 每天几乎每天都有 我现在打开都有 打开都有 line里面也会有 为什么 各自被害了 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叫bridge forum 我们都了解 台湾的人民 包括你我 两千三百万人 我们的各自被卖 透过这个bridge forum 这个论坛 在卖 在美国那边卖 卖多少钱 卖五千块美金 五千块美金 就 把我们两千三百万人的个资 通通买走了在那里卖 这个 资料 2023年今年 3月15号 负责人叫bridge Patrick bridge Patrick 被抓 他被美国抓到了 美国联邦 MBI抓到 在纽约抓到 抓到了以后 各位 他们的法院 美金尼尔的法院 你看到 维基尼尔的法院 写了一个 可以怎么样 可以 要通知 crime victim 就是受害者 受害者 我们是受害者 台湾的两千三百万人 的个子被 害走被卖走 我们是受害人 可以 接到通知 可以去 要求协助 我们总是 要有人去跟 这个 这一位 就是 美国 去跟他要资料也好 或者说到底 资料从什么要出来的 我们可以 主持者 已经被美国抓到了 美国政府抓到了 而且法院公开说 受害者可以去请求 你们的权利 我们就受害者 中国民国台湾这个地方 就是受害者 我们政府在哪里啊 我们政府来 不应该有代表去 罗俊尼亚的法院 去跟他请求 全力 最少最少 要知道 到底谁 这资料 用去卖 结果我们看到 我们政府没有 赖世保强调 没有资安 就没有资格 谈数位身份证 他表示 若现在还不愿意 宣布停顺 就是让全民继续 负担数位身份证的 浅坑 记者文君台北报道 在电影来看 国际旅客的造访人数 逐渐增加 立法委员 钟嘉宾 与许智杰 共同召开记者会 建议观光局规划 鼓励来台旅游的措施外 也呼吁相关的航线 应该要尽快赴飞 中南部的机场 也应该增加航班 跟酝量 挺台湾 挺观光 立法委员 钟嘉宾 许智杰 与越南精密工业董事长 李玉琪 总经理吴敏 及乔委会副委员长 阮昭雄 等人共同宣布好消息 9月将有上千名 越南精密工业员工 来台观光 出身大甲的董事长 李玉琪希望 借此让员工了解 故乡 台湾的自然之美 并协助政府 聘观光 我有空 去坐高铁 坐铁路 坐公车 去了解 所以台湾这一块 很好的观光旅游地方 利用这个机会 我就鼓励 我们越南精密的员工 回来 台湾来观光旅游 担任立法院 新南向国会交流 促进会会长的 钟嘉宾表示 疫情前 越南来台旅客人数 已达40万人次 疫情后成长更为快速 去年还超越日美 达13万5千人次 成为各国之冠 是可以开发的潜力客群 也是增进两国人民互动 最直接的方式 去年 越南来台旅客就有 13万5千人 大家想想看 疫情之前是40万总共 单单去年 就13万5千人 也超越日本跟台湾 成为 来国的第一名 那今年的第一季来台湾 就有9万5千人 所以你看越南潜力无穷 担任立法院交通委员会 召委了许志杰的建议光局 应该规划更多鼓励措施 吸引台商 奖励员工来台旅游 另外航线部分也应 减快复飞 中南部机场则该 增加航班及运量 因为可能台上回来 也在高雄 也在台北 就台湾各地 那些航线没有复飞 就一定要飞到台北 再坐高铁 回高雄 其实这样子真的是 也会造成很大的不便 所以 这个航线的客服 也希望说观光局可以协调 我们的航空公司 除了越南精密工业将有 千名员工来台旅游 台湾观光旅游联盟总会长 洪其昌也透露 有泰国台商已经确定 将率领员工来台观光 泰国那边也是一样 有两个公司已经决定 他们会有大概 一个在500人 一个大概800人的团 他们也会到台湾来 所以我希望 我们新南向这边的台商的 工厂的员工 能够更多来还国 来增加我们台湾的内需 观光局方面表示 为了振兴新南向市场来台旅客复苏 在去年11月重启观红专案 提供签证等便利服务措施成效良好 因此对今年达到600万国际旅客来台的目标 充满信心 实际上以越南第一季来看 越南第一季它的成绩已经到 93%跟疫情来比 那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也要感谢我们越南很多好朋友 特别是奖励旅游方面 他也是非常的畅旺 所以我们后续其实对这个600万 还是充满信心 红旗昌也提到政府观光视权分散 层级过低影响推动成效 对此许志杰证实 这个会期会通过将交往部观局升格为观光署 希望透过人员编制扩大及预算变多 协助民间旅游业更蓬勃发展 让台湾往观光立国的目标迈进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台湾的就业人口平均每天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待在工作场所 所以国民健康署就引导企业 要将员工的健康纳入政策 以提高生产力 以营养健康及活力跃动为主轴 创造劳资双方职场健康多赢的局面 职场健康处境可以降低员工离职率 病假率及工作意外等 五行之中就会提高生产量能 凝聚企业员工向心力 更可以提升企业正面形象 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 与劳动部职业安全署共同倡议 推动职场健康永续发展 健康与安全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块 特别是这几年专属的一个成立 专属特别重视市场的保护的一个安全跟健康 我想每一位工作健康对一个企业 是一个幸福的企业 是一个健康的企业 我们对企业的竞争力更有大的帮忙 我们的健康对国家的 applicants 更是为啥的重要 所以我想我们的目标聚 fins 这个做法跟我们的目标偏� hacked 是非常遗致的 相信我们的企业界也是一样的 医院的老板也是有相互的想法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方式 能够促进食品业ain 健康促進,能夠一起合作,大家一起努力,希望找我們資產,找我們生活各方面向,維俗國人的健康 那大家知道近年來受到疫情的衝擊,以及少子化的影響 全世界各國的勞動市場,以及就業模式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所以企業在如何維持優質的勞動力這個課題上面,變得非常重要 所以企業如何來確保健康的勞動力,來確保職場和公司企業的競爭力,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那剛剛書上也提到,人是企業最重要的資產,那員工的健康不只是個人,也是企業重要的一個財務 所以員工的健康不只對國家,對企業的競爭力,都有絕對性的這樣的影響 所以如何維持一個健康的勞動力,是企業永續經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那勞動物資安署在這個職場健康的促進方面呢,非常重要的 在104年呢,我們就在北中南呢,分區成立了這個健康服務中心 那這服務中心成立的最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夠協助企業在對員工作業相關的身心健康地點上呢,也有協助 有企業就在自廠區內推動健身超,辦理全廠區樂活健康活動,讓員工養成規律運動習慣 更有企業從高階主管以身坐責帶領,結合最新抓寶活動,同時吸收健康薪資 並聘請專業運動老師拍攝健康操,由營養師設計各種生活化主題 像是在課堂上呈現各式瓶裝飲熱量,提升員工的健康知識 我們台灣公司健康廠在生長室都有推廣我們的運動健康樂活動 那包含我們的健身操,還有台灣打操,還有健康操盤等等 那透過我們的主管有創造下的知情,還有我們員工的基地參與下來 那我們人工的自主運動的規律的習慣,從110年的51%上升到110年的57% 那在自主養肌的活動內容中,我們員工健康體位的維持率都高達6成 那另外在我們青重年,還有中高齡的大學生獲取這個族群裡面 那他們的食味改變也有將近2成 那為了推動我們員工要多喝水,少喝奶糖飲料 所以我們在信仰廠區的所有藥放在機裡面,我們增設一個烏糖飲料區 那我們截至目前為止,已經增設了11台很多台的 那我們就是除了這個之外,我們還為了推廣用多喝水,有光射飲水機 那我們員工的自主,他每天的飲水率已經從109年的150CC 那我們上升到111年,讓我們合了一千萬萬四十 那個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運動的新的分享 我只是有點惶恐驚恐 因為當初我只是有一天發覺,誒,褲子怎麼穿得起來 然後就想說明明都不行 那剛好公司也在推行每次用褲子的健康房間還有其他 那我想說,那就是想把褲子穿回去 那再加上公司會的健康活動又有覆蓬 就是有獎勵制度,那當然是一定要參加 那我在參加,因為就是一個人的可能就是 持續力可能會隨著時間,可能會有減弱 所以我在運動過程,我是抱我老婆大進來 然後再來就是小朋友大進來 所以我們自己,因為我們自己想說 那既然要減充,那我們選擇了舉重跑步 那還有就是晚上每天可以到社區去散步啊 因為那再來就是還長多帶小朋友到山上去 然後再去練習這樣 所以一整年下來的成績還不錯 我減了大肚子 所以褲子也算回去了 那對,那也應該就是健康也獲得 那更,更逆想不到的是 想不到減充還可以試來參加幾個會 這是我對 逆想不到啊,人生充滿了驚喜 國健署與職安衛生署特別為企業量身打造 提供就近的職場諮詢與輔導網絡 並辦理健康職場認證 鼓勵職場推動各項健康促進議題 歡迎有興趣申請的企業職場 一起加入推動健康促進行列 記者問君,台北報導 從明時快樂動,職場健康Easy Go 從現歷史模樣的榮景時光生活園區 現在已經成為熱門的打卡景點 建築的餐廳也各有特色 開放式的生活園區不用門票 歡迎民眾來逛逛這老屋新生的文青集散地 一景一物充滿京都風格的日式建築群 矮矮的木屋充滿日式氛圍 讓人有一秒飛日本的感覺 這裡是答案區的榮景時光園區 好拍之外還建築15個品牌 餐廳、咖啡館、日式和服體驗等 成為近年可康的打卡景點 這裡就是原台北行物所觀社群 那就是原本日治時代的時候 是丁種的就是最低階層的 育政人員住的單身宿舍 之前的話它是屬於華光社區的 一部分的美食街 那就是到了民國就是109年之後 它開始決定就是開始修復這個地方 那因為曾經有過就是遊民住進來 那時候華光社區的居民已經撤離開來了 那就是有遊民進來 然後不小心把某一間的房子給燒毀了 就是那邊有就是豪邱跟日式和那兩間 那邊等於是一間一棟也是四戶的單身宿舍 那就是這樣所以文化局就決定再把它修回來 那修回來就是歷經到現在 現在才開始112年 去年111年開始營運到現在 9月7號 像是很有沖繩老屋風味的優雅餐廳 隨處都充滿禪意 華麗優雅的和服布料掛成背景 餐點是一季節調整的解期套餐 純粹又溫暖 這裡進駐了美食咖啡廳 甚至還有照顧中心 是社區的好夥伴 那我們其實我們定位的是叫做 文創養生的照護的社區 我們有點叫新型態的叫EG動養模式 那E的話就是醫學的E 然後居住的局面就在社區裡面 那動的部分的話 就是我們希望來了這裡的人 是可以動腦動身體的 所以我們有一些課程講座 那也有一些就是設計一些讓生臟者 就是無礙悟道 那我們這裡是服務0到99歲 當然甚至有100歲以上都可以歡迎過來 那我們是一種生活文創的部分 0到100歲都是和來的園區 也照顧到生臟者 有許多無障礙坡道不定期的講座 提供民眾休閒之餘 為旅程增添豐富視野 就是我們有做無障礙的坡道 那就是電動輪椅車都直接可以上來 那娃娃車也可以直接上來 那除了餐飲以外的話 我們還有一些文創的部分 一般的文創生活的用品都可以買得到 那包括有一些洗褲啊 還有毛蹦蹦他們的一些 這些育嬰用品都可以買得到 所以媽媽呢 就是帶小朋友來也是很方便 那我們現在也有大安學 就是地方學叫龍井學堂 那我們每個禮拜六 就是幾乎每個禮拜六都會辦公益獎座 那也會有不定期跟大專院校產學合作 開一些課程 那課程的費用都是有些是公益的費用 就是100塊到300塊之間都可以 民眾可以付得起的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也會配合節慶的活動 像譬如說下個月有母親節的活動 還有護理師節的活動 我們都會陸續的展開 那暑假的話 我們預計暑假也會開辦一個 正在規劃就是做龍井小學堂 那就是兒童夏令營的部分 是服務小朋友六到十二歲的部分 那我們目前現在也會配合 之前上個月是配合兒童節 有開始做兒童的著色比賽 那在我們服務中心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除了還有歷史展成以外 還有一些就是文藝方面 藝文方面的活動都會陸陸續續展開 榮景時光生活園區曾遭住榮清席 如今透過老屋新生修復改建 重現歷史模樣更因文創而發光 重新結構了此地的風景 記者溫君臺北報導 接下來要帶你來看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推出了望海象海灣探索課程 今年朝鯨方舟游除了也續朝鯨航線外 更開闢了橡鼻岩新航線 讓大家近距離的觀察海蝕洞海蝕癌的地形 感受大自然的魅力 想要一太珊瑚礁秘密花園 不用潛水坐上船就可以看到 研究點長組主任 獅童偉化生導覽員 從海灣內的生態環境 到橡鼻岩等海蝕洞海蝕癌地形的介紹 讓人眼睛為之一亮 有海藻在飄對不對 現在也是馬尾藻生長的季節 我們也看到了 其實還是有不少的生物跟珊瑚 他們已經蠢蠢欲動 開始在生長了 在這個季節裡面 藉由不同的一個時段 我們航行的過程裡面 我們帶領小朋友 一起來觀察我們真實的海洋 然後瞭解我們的生態環境 那在這種觀察的過程中 去體驗海洋生物 跟我們生態環境所面臨的問題 那歡迎各位老師 還有民眾 也可以來報名我們的朝進方周遊 跟我們的智能海洋館的課程 夏季來了 是觀察海洋海岸生態最好的時機 我覺得最大的收穫 是我瞭解了更多海洋生物 然後也瞭解要如何保護海洋 讓我們的生活過得更辛苦 這次搭場的體驗 讓我知道更多海洋生物 而且不要亂丟垃圾 這樣子才可以不破壞 海洋生物的棲息地方 如果小朋友有機會 或是家人有機會 其實可以帶小朋友來 體驗這樣的活動 這真的是不錯的活動 針對學校團體開設的 往海向海灣探索課程 延續了朝進航線外 更開闢了橡皮岩新航線 透過方舟一號的景觀窗 一覽水下珊瑚及魚群 更可以近距離地觀察海事洞 海事埃地形 結合最熱門的航程 與朝進智能海洋館的參觀 讓學生們從海上到館內 可以完整建立對海洋保育區的概念 豐富海洋生態的相關知識 黃金黃宗在 記者蔡小君採訪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viral viru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